赛尔平想要一个薄鞭 从右侧绕出续回到敌分区 不可惜出现失误 直接就给火箭留下机会 不过这杆角度向下 并且非常被包围 无法进攻 吸力低竿 一步直接调整到篮球上下的角度 火箭这种快速入局的调整能力 真是让人不得不服 现在整个球队看似散开 但红球之间相互牵制 黑球也被锁住 这种乱局换其他选手 费一番功夫或使得都搞定 但在奥沙利文手中 可以做到丝滑流畅 仅仅用15分钟就完成单杆制胜 这是2014年大师赛决赛 这场比赛火箭燃料充足 从一开场就牢牢压制了赛尔平 拿到5比0的梦幻开局 并最终十比次夺冠 一干强行看球 本球周围带开了 但是下方的黑球位置还是不理想 这样的球形需要对白球的控制十分细腻 一颗一颗的从外倒立慢慢拆解 就像剥洋葱一样 一层一层的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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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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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 三十五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大队的 Masters 200,000 90,000 所以他们会比较110,000 41 每个人的可能性 是在这边 是会发生的手术 刚好从缝隙中穿出来 沃沙利文一直在不停地围绕粉球进攻 火箭可以算是围绕粉球或者篮球进攻最多的选手 并且他曾在私底下透露 自己会对这样的围球走位做针对性的练习 一种比较多的一步 一种比较多的资源 48 一件事在任何游戏的资源 当你会在外面的游戏 当你会享受它 当你会享受它 你会不会有更好感觉 他一定会像这样 这次的连续 人们在里面的语气 在他表現了多好玩 然後有些人說 他能再玩這麼好嗎 他昨晚出現了史蒂文馬雅爾 這就是一般的 很驚訝 應該連打代K 效果還算不錯 本球需要用到架桿 或還可以進攻 現在火箭0062 這顆本球就是超分的關鍵球 已經超分了 導播隨即就給到特寫 看來是經驗豐富 Selby鬧到頭 這樣的球型都能被火箭一趕搞定 後面的比賽進程對他來說 肯定是壓力山大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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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 the interval can't come quick enough for him 70 71 not the best positional shot but well he deserves a century he made a 97 in the first he had a 70 in the 老波很会来事 不停地给到镜头特写 好沙利文与塞尔比特每次对决 一直都是关注的焦点 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 围绕两人的话题永远都争论不凶 现在黄球被提到库边 看下火箭能否顺利清台 Steve he's being steamrolled with here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82 i suppose smashing him over the head the butt of the EQ might work but it's not in the rules nice 92 trying to bring the yellow into play just missed it 91 now he'll need a good shot here because he needs the yellow and the green 96 好嘞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在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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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小伙伴给点赞和关注哦 超级连 制作者 里面 超级连 两个球连 两个球连 中选